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迷惑的状态 所以我们会不断地造业 因为造业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造管轮回的痛苦 然后我们在苦的状态中 我们还是看不清楚自己 我们还是看不清楚自己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又喜惑又造业 所以这个轮回啊 它是没有尽头的 这个 这个货和业啊 它就像一台不断制造痛苦的机器 涌动机 它是不会自动停下来的 它是不会自动停下来的 那佛陀的贡献在哪里呢 它透过这个引起的 这个生命的因果的观察 也就是 它通过一种 反推的方式去追行 比如生命的每一个环节 它是怎么产生的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从老死 一直到生 到有 到爱 然后爱再推到 这个 这个爱 再推到这个哨 一直在推到行 一直在推到无名 当他推到无名的时候啊 其实他发现 无名的本质是空的 无名 其实它是了不可得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一下子就超越了这种 超越了这个 他一下子就照破这个无名 当他照破无名的时候 他一下子就体认到 生命内在的民性 所谓这个民性就是 就是觉性 所以禅宗啊 他叫我们去看 直接叫我们去看 一念卫生之弦 事实上 就是要帮助我们自己的 去认识 一念卫生之弦 从这个念头 因为每一个念头里面 都隐含着无名 隐含着烦恼 那么禅宗呢 叫我们去 看念头没有身体之弦的 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什么 我们的心的本质是什么 那佛陀最大的贡献 就在于帮助我们 了解到生命的民性 因为只有认识到 生命内在的民性 才能够打破无名 所以十二阴言呢 其实呢 它有包含着 两重观察 一个是顺观 一个是逆观 所谓这个顺观 就是无名言行 行言死 实言明色 明色言六路 六路言处 处言少 少言爱 爱言喜 喜言有 有言生 生人老死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是 始有 故彼有 始生 故彼生 因为有了无名 所以就会有行 因为有了行 所以就会有实 因为有了实 就会有了明色 它就是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生起来的 必然就会引发 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生起来的 必然就会引发 下一个环节 那么生命的这个链条 它就会无穷无尽地 延续下去 那么佛陀通过对这个生命延续的逆光 在这个逆光的过程中 它找到了轮回的源头 就是无名 它找到了这个轮回的源头 无名 同时对于无名做了一种 这个提破神龙 在光照的战胆下 打破了无名 因为打破了无名 所以开发出了明性 开发出了明性 所以它的生命就会进入到一个 无名灭则行灭 行灭则实灭 实灭则明色灭 明色灭则六路灭 六路灭则处灭 少灭 一直到整个生老死灭 这个过程它叫做 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 因为无名灭了 行必然也会 这种有漏的行必然也会灭了 因为有漏的行灭了 所以这个有漏的石 也就不再生起了 因为有漏的石不再生起的 所以明色的淘汰也就不存在的 因为这种明色不存在 所以有漏的六路也不存在 因为有漏的六路不存在 所以这种有漏的哨也不存在 有漏的哨不存在 那么有漏的爱也不存在 有漏的爱不存在 那么有漏的这种起植也不存在 有漏的起植不存在 那么有漏的业也不再会发生 有漏的业不再会发生 那么有漏的生也就不再发生 有漏的生不再发生 那么有漏的老和死也就不再发生 所以佛陀的成道 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 认识到的生命中所隐含的明性 这个明性也就是觉性 也就是我们也可以说 就是像涅槃经里面所说的 佛陀发现了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这个如来智慧德相是什么 那就是明性 就是觉性 通过对觉性的开启 每一个生命 都具有解脱的希望 都有解脱的能力 所以这佛陀的成道 对我们每一个生命来说 这个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 因为唯有发现了 我们生命中的明性 才能够超越无明 因为唯有发现生命中的明性 才有可能真正地打破轮回的链条 否则的话 我们远远都是在这个 无明制造的轮回链条里边 我们不可能会跳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需要认识到的 佛陀成道的意义在哪里 佛陀悟道 到底悟道了什么 到底认识到了什么 佛陀是通过了什么样的扫断 悟道了 佛陀通过的扫断 一个就是禅定的基础 一个就是十二亿元的远期的观察 真正正道的就是打破无明 然后正的明性 体正道明性 因为体正道明性 所以超越的 这个断除的这种 平息的这种轮回的力量 因为平息的轮回的力量 然后正的什么 正的涅槃和解脱 所谓涅槃 涅槃是什么意思 涅槃就是激进 激进 所谓激进 就是平息的我们生命内在 有这种无明 我之 烦恼 所形成的这种生命的躁度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生命里边 都是活在强大的无明 我之和烦恼之中 而这些无明 我之烦恼 告诉我们生命的这种强大的躁度 我们每天都在这样的一种强烈的躁度里边 不断地造业 不断地制造 那么涅槃也就是平息的 由无明制造的所有的力量 但这些力量一旦都平息了之后 空性的智慧就呈现出来的 空性的智慧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一种无限的安静和喜悦 所以涅槃事实上就是安静和喜悦 这种安静不是一种外在的安静 而是一种平息内在的这种 生命的所有的躁度之后 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最高的安静和喜悦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内在 其实我们都具有这种空性的智慧 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生命都是在迷惑和烦恼的状态里 我们怎么能够感受到空性的宁静呢 我们自然是感受不到了 就像满天乌云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蓝天吗 我们当然看不到蓝天 所以这是 我们需要认识佛陀成道 究竟成就了什么 究竟解决了什么 究竟对我们大地的众生 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讲第五个问题 就是转法轮 转法轮 佛陀的说法称为转法轮 这个用的是一个笔意 因为古代的印度 因为古代的印度啊 据说转轮圣丸出现的时候 他有一种武器很厉害 叫轮堡 这个轮堡 挥到什么地方啊 所向披靡 那佛陀呢 用这个轮堡来比喻他说法 就是能够摧毁 就是代表着佛法 能够摧毁一切众生的迷惑和烦恼 那佛陀最初的说法呢 叫做初状法轮 初状法轮所说的内容主要是什么 主要就是四地法 佛陀呢 把他悟到的经验 归纳为四地法门 这个四地法门啊 虽然是佛陀的最初的说法 事实上呢 也是佛法的 整个佛法的大干 这个四地法门 就是苦极灭道 这个苦极灭道 这个四地法门的失色 就 就相当于 这个印度古代的 这个医生啊 他们在给病人治病的过程中 他们基本上也要经过了这样的 几个方面的步骤 就是首先 就是要了解病状 我们要看一个病人 首先要了解他的病状是什么 第二个步骤 就是探讨这个病的根是什么 病是怎么产生的 它的根是什么 第三个步骤 就是要对这个病 治疗之后的状态有一个评估 能不能治好 能够治到什么程度 以及恢复之后的状态 应该是什么样子 第四个步骤 也就是治疗的方法 也就是治疗方案 那佛陀所说的四地法门 事实上呢 也就是为我们众生 这个治疗我们众生的这个疾病 提出了一个治疗的一个程序和方案 我们知道佛陀是一个非常务实主义者 佛陀的说法 他所有的教法 他都不做这种哲学的闲谈 空洞的 没有用的说法 我们知道在佛经里边 这个有一个经叫做建议经 佛陀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经呢 据说有一个人 问了很多行业上的问题 比如问一问 什么世界有边没边啊 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佛陀对这种问题 佛经里边有十四个问题 是不回答的 叫十四无忌 你说世界有边没边 你了解这个世界有边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你也不能去看一看 这个边到底在哪里 你了解这个世界没边 对你有没有好处啊 一样也是没有好处的 那佛陀不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问了意见很大 那佛陀就给他讲了一部经 就给他挤了一个鼻翼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被毒箭射伤了 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做 被毒箭射伤了 这个毒可能是忌毒 那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是赶紧治疗 那如果有一个人说 不行 我得要考察一下 这个射箭的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是个青年人还是个老年人 我要了解一下这个竹子啊 这个箭是什么竹子做的 是从哪一个伤里面砍来的 我的要了解一下这个毒 这个毒又是怎么做的 我需要把这些东西都了解好了 我再治疗 你说如果一个人这样的话 结果会是怎么样子呢 结果可能没有来得及 治疗他已经早就无父爱哉了 同样的 我们每一个生命在佛陀看来 都是祸和业的重病患者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 都充满着迷惑 烦恼 贪嗔痴 我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是一个 烦恼的重病患者 而且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短暂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需要赶紧治疗 需要赶紧治疗 那佛陀的四地法门 事实上就是给我们开示的 从认识苦到苦的止息 四地法门如果归纳为两句话 就是认识苦到苦的止息 苦及灭道 首先就是认识苦 苦是代表着我们人生的现实 我们有种种怀恼 种种迷惑 包括我们有生老病死 我们需要去探讨我们苦的根源是什么 苦是怎么产生的 苦的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解决苦 我们必须要去寻找苦的因 所以苦及 就是代表着轮回的因果 苦是怎么产生的 苦的基础是什么 苦的基础事实上就是祸和意 佛陀在菩提树下 对生命的轮回的击负 就是从当下这种老病死 这种苦的现状 从这种现状中去探行 这种痛苦的根源 一直通过不断的以智慧观察追究 一直找到了他的最根本的东西 无名 无名 烦恼 祸和意 祸和意 才是制造我们痛苦 制造我们的轮回的 罪魁或少 那么我们找到了 这个苦 了解到了 所以佛教让我们面对现实 就是面对生命的现实 然后去探行 产生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根源 然后接下来要努力做的 就是要平息 解除这种清除 这种制造痛苦的原因 然后最终就得到生命的解脱 灭和道 就是还灭的因果 灭就是平息 平息痛苦 平息痛苦的因 当我们把痛苦和痛苦的因 都平息下来之后 就是正的涅槃 那么怎么样去平息呢 那就是要道 这个道 就是八正道 八正道 就是正见 正思维 正与正业 正命 正清静 正念 正定 这个八正道 就是佛陀为我们所探行到的 古先人道 那么这个正见 出世的正见 事实上就是代表着我们 生命内在的民性 了解到这个无民 然后才完成 这种轮回的解脱 完成轮回的解脱 所以世帝呢 是包含着两重因果 一个是轮回的因果 一个是解脱的因果 如果你想轮回 那么你就去制造轮回的因果 不断地去创造轮回的因 最终就会产生轮回的结果 如果你感到 你意识到了轮回的痛苦 轮回的过患 我们需要寻求解脱 那么我们需要建立解脱的因果 那么这个解脱的因果 少要的就是要正见 所以八正道的第一个是正见 通过正见 正思为正与正业 正命正精进 正念正定 其实八正道里面就隐含着 戒定会三学 但正业正命 这些都是属于戒的内容 正见正思为 这个是属于会的内容 这个是属于会的内容 正念正定 这是属于定的内容 戒定会 那么佛陀一生在他四十五年间 我们知道佛陀是二十九岁出家 三十五岁成道 说法四十五年 一直到八十岁 八十岁才露灭 那么整个佛法呢 从这个点击上来说 有包含着经历论三战 说多的人 在印度 四个种姓 婆罗门 差地利 回舍 扫多罗 各喊各业 的人都有 从僧团的角度来说 佛教有七重弟子 出家咒 再家咒 那么佛陀一生 他说各种各样的法 那么所有的这些法 他的刚领 事实上都不外乎四地法门 所以我们必须要 从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必须要站在四地的角度 来重新认识佛法 四地 苦和极 事实上这是 各宗派 需要共同认知的基础 各个宗派需要共同认知的基础 了解苦 了解苦的根源 这是 不论哪一个人学佛 我们都要少先了解 轮回的因果 了解 了解现实 这个轮回的本质是痛苦的 有漏了生命 是一台不断地制造痛苦的机器 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充满着货和业的力量 充满着货业 也就是充满着无名烦恼贪嗔痴 我们每一个人的现有的生命基础都是无名烦恼贪嗔痴 因为无名烦恼贪嗔痴 所以就会不断地造业 因为造业 所以不断地产生轮回 不断地制造轮回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我们现在的生命的现状 了解我们当下的生命的现实 所以佛法绝不是让我们逃避现实 佛教我觉得它才是真正的让我们去正面现实 活在当下 佛教最讲究的是什么 如此观 不逃避 如此观 就是如此地看到我们当下的这种生命的现状 只有看到生命的现状之后 我们才能够寻求解脱 那么我觉得从灭地和道地 这个两个部分 它是展现的各个宗派 各个乙系不同的欢便所在 我们讲佛教有南传 汉传 战传 我们汉传国教也有八大宗派 不同的宗派都建立了不同的修学体系 那么这种差别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其实主要是体现在道地和灭地 首先我们从道地的角度来说 佛教有各种政见的差别 道地里边第一个讲的就是政见 那么在僧文的典籍里边 会侧重的谈苦的政见 侧重的谈无常的政见 侧重的谈无我的政见 在菩萨藏里边 他会侧重的谈空的政见 侧重的谈为死的政见 侧重的谈如来藏的政见 其实这些所有的政见 事实上它都是不矛盾的 当然也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我们认识到生命的这种苦无常无我 来认识我们当下的生命可能会更容易 空为死可能会更深奥 我们需要通过为死的道理来学习 建立为死的政见 我们需要通过波勒经典的学习 来建立空的政见 我们需要通过如来藏的典籍的学习 来建立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 这样的一个政见 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从自身的解脱上来说 苦的政见 无常的政见 无我的政见 它可能会更容易介绍 更容易应用 但是苦的政见 无常的政见 无我的政见 它也会出现一种 就是世间和初世间 会出现在一种偏向于初世的 这样的一个倾向 而空的政见 比较容易把世间和初世间的对立 给破除 消除这种世间和初世间的对立 所以空的政见 唯世的政见 活性的政见 更有利于这种菩萨行者使用 苦的政见 无常的政见 无我的政见 更有利于 生文行者使用 那么作为我们一般的人 我们修学解脱道来说 我们 从苦的政见路上 从无常的政见路上 比较容易介绍 比较容易散散 或者说我们先从苦 无常无我路上 然后再气路 空 气路如来战 我觉得这样呢 在这个佛法的修学上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 形式渐进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学了很多 大成佛法 我们介绍了很多空啊 唯世啊 如来战的思想 但是让这些政见 我们是不是能用得起来呢 其实很多人啊 往往呢 用不起来 真正要学得透彩都不容易 不要说用起来 很容易流于空洞 因为在空性政见 对于空性没有一定的体认之前 对于空 对于维世的道理介绍起来 其实还是难度蛮大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些不同的政见 在修行上 其实是各有利弊 各有千修 那么大成佛法 这个佛法呢 就是不同的政见 也提供了不同的 这个常修方法 甚至提供了不同的戒律 有僧文戒 有菩萨戒 在禅定上 有不同的 这个直观的修行 有不同的政见 那么这些差别啊 主要都是体现在 这个 都是体现在不同的 不同的宗派 会有不同的政见 不同的常修方法 那我们知道 这些方法 都是要通过 对不同的典籍的学习 对生文战 对菩萨战的学习 可以帮助我们佛的 不同的 这样的一种道地的内容 通过道地的修行 最终啊 证得 灭盘 那么从这个 灭盘的角度来说 其实也包含着 单纯的追求 自己灭盘 还是帮助 一切众生灭盘 单纯追求 自己解脱 还是帮助 一切众生解脱 所以这个佛教里面 讲到灭盘也有分为 有意义灭盘 无意义灭盘 那么还有 无助灭盘 比如像 大乘火法 它可能会更强调的是 无助灭盘 就是不助灭盘 不助生死 像在这个生文城里边 它可能会强调的是 这个有意义灭盘 无意义灭盘 所以在灭盘上 灭地上 也体现了 生文城 和菩萨城的差别 那么佛陀 在这个四十五年的说法中 主要是给我们建立的 三条道路 三条道路 这个三条道路呢 就是人天道 解脱道 和菩萨道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众生 我们现实的当下 都是在轮回中 我们走的都是 六道轮回 轮回之道 所谓轮回之道 就是三种善道 和三种恶道 那么三恶道 是属于不善道 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痛苦的 上善道 佛教把它称为善道 那么它的敬意 以及对未来生命的发展 它的基础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先要让我们的生命 进入善道 进入善道了之后 那么这才是我们 进入解脱道 和进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 那么佛陀在说法的时候 通常我们看到阿含经里边 先说端正法 再说正法要 所谓先说端正法 什么叫端正法 端正法就是人天善法 将人体因果 将职恶行善 原体因果 原体因果 它就是 劫世的生命的发展规律 有形生命的发展 究竟遵循着一个 什么样的规律 那佛陀 他在菩提树下 以他的这种 这个佛陀在菩提树下的时候 他挣到了宿命的智慧 他看到了众生的 这个生死轮回 一切都是由这个业力 业力在决定的 都是业的力量 不同的业力 所以就会发展出不同的生命 也就是生命的延续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由什么神决定的 生命的延续是由每一个生命当下的行为 就是业 决定了生命的存在 生命的发展 因为佛陀发现了生命的规律之后 那么佛陀呢 为我们指出了生命的因果 同时也为我们指出了 如何来正确地发展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让我们先拥有健康的生命 就是三善道 那么佛法的人天善法的修行 主要是指恶行善 所谓指恶就是指习恶道 行善就是发展善道 先要指习恶道 不要掉到三恶道里 掉到三恶道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 那就没戏了 那可能再出来的时候时间很长 所以我们先要保有人生 这是我们走向解脱 以及帮助更多人解脱的基础 所以佛陀会先讲人天上 端正法 然后再说正法要 正法要 就是劫次轮回的本质是苦的 有乐的生命是苦的 开始解脱之道 如何 解除这个有乐的生命 解除生命的迷惑和烦恼 究竟解除生命的痛苦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解脱道的内容 就是属于解脱的内容 所以佛法呢 是以解脱涅槃为目的 我们在这个七年 发表一篇叫我的叛教官 我们讲到了 佛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就是解脱 就是要解脱 我们学佛就是要解脱 因为我们意识到 生命的迷惑和烦恼 痛苦 以及这个迷惑和烦恼 不断地制造痛苦 那么我们学佛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 解除迷惑和烦恼 同时要解除轮回中的痛苦 那么这就是佛陀 为我们开示的 解脱和烦恼之道 这是一个核心目标 我们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核心目标 那么佛陀呢 同时又在大神经典里边 也讲到了菩萨道 其实佛陀本身就是一个大菩萨 从菩萨久远以来 一直在行菩萨道 佛法的终极目标 不仅仅要自己解脱 同时也要带领着一切众生 走向解脱 所以在解脱道里边 强调的是出离心 出离轮回之心 在菩萨道里边 强调的是菩提心 所谓菩提心 那就是 要帮助一切众生 解除轮回的痛苦 不仅仅要自己解脱 不仅仅要自己解醒 自己在轮回中解醒 同时也要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在轮回中解醒 成佛 这才是佛陀最终的目标 所以在佛法里边 又有解脱道和菩萨道 解脱道的修行 主要就是 依出离心 修戒定慧 最终 成就解脱 菩萨道的修行 就是发菩提心 修行六度四色 最终成就无上菩提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佛陀一生的说法 主要就是为我们 开辟的三条行道 进入仁天城 进入仁天城道 解脱道和菩萨道 就像我们现在道师弟讲的 这个夏世道 中世道和三世道 那么这个讲到第五个问题 接下来讲一讲 第六个问题 就是 自戒建立生团 佛陀 这个 佛陀的出世 它是要引导着一切人 走向解脱 作为它的目标 那么在佛陀 度发的过程中 不断地有人 追随佛陀出家 我们刚才讲的出家 其实是一个印度的传统 印度的古代的传统 那么作为佛陀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教主 他自然也会有很多人 要追随他出家 那么出家之后呢 随着这个 出家的身重 越来越多了 佛陀啊 就开始 制定戒礼 那么首先是 制定出家戒 就是比修戒 还有比修尼戒 还有呢 在家戒 在家基斯的戒礼 我们知道 佛教有七众弟子 七众弟子呢 那么每一众的资格的形成 其实只要是通过少戒 你上了什么戒 你就是起的 什么资格 比如你要起的比修的资格 你就要上比修戒 你要起的菩萨的资格 你就要上菩萨戒 如果你要起的 在家 幽泼舍 幽泼仪 我们在家基斯上了五戒 称为幽泼舍 幽泼仪 就是进士 清净三宝 修学活法 这样的在家男众 女众 那就是 少五戒 所以通过不同的戒力 来形成了 不同的 这个 信众的差别 你少的戒力越高 你在佛教里边 你的团体上 你的这个级别 资格 就越高 那么少戒 当然也是跟自己的目标 有关系 你的目标 你对自己的 你在修行上 所接触的目标 越高 那么同样的 你应该少的戒 和真少的戒力 级别也会越高 所以戒力 不是别人给你的 是你自己 对自己的一种 起行 和要求 你希望自己 有更高的 生命的目标 那么你就应该 对自己 有更高的要求 如果你对自己 没有要求 那你就什么戒 都不用上了 那么关于 佛陀自戒 它的意义 主要有两点 从个人来说 从个人而言 对我们出家动来说 就是要养成生格 迈向解脱 养成生格 比如在家动 合格的在家动 那就是应该要 遵少五戒 合格的出家动 那就是应该要 遵少比修戒 比修尼戒 我们讲 各行各业 都有他的 这个形象 气质 同样 出家人要向出家人 在家动要向在家动 他的行为标准是什么 那就是戒律 那么同时呢 戒律呢 也是帮助我们建立一种 跟解脱相应的生活 我们在没有少界之前 我们所有的生活 都是跟轮回相应 因为我们所有的生活 都是建立在贪嗔吃的基础上 它是跟轮回相应的生活 现在如果我们想要接受解脱 那么我们必须要建立一种 跟解脱相应的生活 我们只有建立的 跟解脱相应的生活 那么我们才能够开启解脱的智慧 所以戒律的另外一个方面 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帮助我们迈向解脱 那么最终呢 成就 以僧文界而言 就是成就四种圣果 初果 恶果 三果 四果 乃至成为阿罗汉 那从菩萨界而言 就是成为菩萨 合格的菩萨行者 那就是要造菩萨界 那么从团体而言 佛陀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佛陀希望他所建立的 追随他的团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佛陀希望这是一个追求真理 追求解脱的团体 追求真理 追求解脱 那么这个团体呢 他要依六合 通过六合 来建立一个亲近和谐的团体 这个六合呢 其实是太有智慧了 这个六合 简单来说 比如说建合 就是思想统一 要把大家的思想都统一在佛法上 不是你统一在我这里 也不是我统一到你那里 而是要把大家的思想都统一在佛法上 建合同修 那就是在法律上 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个僧团是一个法制团体 不是一个人制团体 以戒为师 僧团没有一个绝对的行政领袖 大家都要依法生活 所以在这个 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以戒为师 大家都是按借力来生活 那么第三个就是在利和同经 就是利益均衡 你看 这个思想统一 法律平等 利益均衡 我们知道世间上的很多团体 要不就是因为思想分歧 出现矛盾 要不就是因为利益不经 出现矛盾 要不就是因为某些人权力太大了 这个法制 没有制度 形成混乱 佛陀的六合 就是针对这样的三个方面 思想统一 法律平等 利益均衡 那么还有生考义 生和同住 考和无争 义和同业 从这个六个方面 来建立一个完成 亲近和谐的团体 那么希望这个团体的功用 有哪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为出家人的修行 营造一个亲近如法的环境 同时他承担着住持正法的责任和使命 就是一个如法的生团 那就一定要以六合而建立 那么佛陀 他的这个智界 他的意义 主要有这样的两个方面 那么因为有了戒力 这个佛陀在这个 这个 这个四分历里边 说到 这个 过期的那些诸佛 有了诸佛呢 他气势了之后 正法就灭完了 那有了诸佛呢 他气势之后啊 他的教法 能够长期的流传下去 为什么 那佛陀就讲了这么一件事 为什么有一些 正法能够流传下去呢 那就是因为 这个佛陀他有智界 然后他有形成这样的一个 把这个法和力能够流传下去 然后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组织 而那些没有很好的智界 那这个佛陀露灭了之后啊 这个法也很快的 就会消失了 所以佛陀的智界 建立僧团 它是为这个正法的流传啊 提供了一个保障和基础 所以僧团就是承担着 传播正法的使命 让这个正法能够千秋万代的 流传下去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责任很重大 那么下面就是 这个讲一下 这个第七个问题 那么第七个问题就是 带有一定的总结性的 就是认识佛陀的功德 升起归之心 我们讲到这个佛陀的传记 事实上在佛陀的传记里边 讲佛陀一生的事迹啊 事实上呢包含着 就是对佛陀的事迹的认识 包含着佛陀的说法 对法的认识 同时也包含着佛陀 自戒成立身团 对身团的认识 所以我们认识佛陀功德呢 是要帮助我们更好的 念佛 念法 念身 所谓念佛 那就是学习佛陀的 求道精神 我们要学习佛陀的求道精神 就是 这是作为我们 每一个学佛的人 我们应该要 我们应该要了解佛陀的求道精神 学习佛陀的求道精神 同时呢 同时呢 我们需要了解 认识佛陀的功德 佛陀的功德 包括断德 智德 悲德 断德就是涅槃的功德 佛陀 佛陀 断除了一切迷惑和烦恼 智德 就是 就是指的是佛陀 成就大智慧 开发出生命的决心 成就大智慧 因为佛陀成就大智慧 所以呢 他能够证得空性 能够断除一些烦恼 同时呢 还能够了知众生 种种的根基差别 以及一些现象的差别 佛陀不仅有空智 还有友智 这个 不仅仅智力 同时还有利他 所以佛陀不仅仅成就智德 而且还成就大智慧 悲德 那么这种大慈大悲 就是能够对一切众生 都能够生起 慈悲之心 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呢 也正是被大乘佛教 加以特殊的 这个 这种 休闲 作为大乘佛教 作为特殊的休闲内容 也就是不仅仅要成就智慧 同时也要成就慈悲 所以我们念佛 最主要就是要认识 佛陀的功德 因为佛陀的慈悲 才能够给我们留下的 这么多的法宝 留下的这些法杖 为我们的解脱 找到了出路 那么念法呢 就是了解佛法 什么叫念法呢 念法不是光念念经 坐在那里 有考无心地念一念 最主要是要了解法 法的作用是什么 法的功德是什么 佛陀说的法 它的作用只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 聊悟人生的真相 聊悟世界的真相 同时为我们提出了 如何走出迷惑的生命 如何走向解脱 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意义多么的重大 如果没有佛法 我们永远都在迷惑中沉沦 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从轮回中走出来 所以念法就是要念法对我们生命的重大的意义 要念生 生血 因为有的生血 所以才能够把这个佛法一代代的流传下来 那么生有分为 有这个防护生 贤圣生 尤其我们要念贤圣生的功德 贤圣生所具备的这种界定会 解脱解脱之间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应该向往的 所以念佛 念法 念生 整个佛法的修学 事实上都是在一个不断地念佛 念法 念神的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归 归其实不简单 因为归是包含着整个佛法 我们要了解三宝的内涵 我们要真正地了解三宝在这个世间的意义和价值 其实我们还是要从佛陀去认识 从佛陀的事迹 从佛陀的生平 传记 去了解 我们只有通过对佛陀的深刻的了解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对三宝生去真切的信心 所以作为我们皈依的修行 我们未来将会把对佛陀的传记的学习 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作为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应该把皈供修 作为我们修行上的第一个功课 其实大家很有福报 在这个苏州啊 包括苏州的附近 上海 以及无锡啊 这些附近这些地方 有因人来参加这种皈依共修 来做这种皈依的修行 其实这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 所以尤其是我们苏州地区的信众 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皈依的修行 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今后每一个礼拜啊 应该都要踊跃地参与 不要把它当作是可有可无的 那么以上呢 我们主要是对佛陀生平 伺机为线索 附带地介绍了三宝功德 那么我们希望 这个对三宝的功德的认识 对佛陀的了解 这种是要帮助我们大家 对三宝深信真切的规则心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回向啊 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可及于一切 福吉于一切 佛等于众生 佛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便宝寝 阿弥陀佛